欢迎回来即场教路之有问必答的环节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有任何股票问题 记住打电话来2804-6566 或是伸电邮给我们 还有我身边的嘉宾 就是要财证券的高级分析员直辉辉 Stanley 你好 你好 Stanley 看看家庭观众的电邮问题 又是汤先生 想问四只股份 分别是3323、868、2128和3311 都是几个不同行业的版块 但近期受到注视的股份 他说四只股份想选择两只 选择两只来买 不如我们逐只看看 先看看3323是中国建材 现价跌超过3% 到13.52 最近水泥股表现怎样看 水泥股表现不是太差 最主要是看整个行业的发展 当然来看现在大家比较担心 比较顾虑一点 就是因保障性住房方面 虽然说中央之前也说了 说今年来是一千万间 但至今为止 其实已经动工了 只有三百万间 所以大家对一些建材行业 或是对一些和保障性住房相关 比较重要的公司的股份 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 你看到3323本身 大家可以这么说 之前是比较当炒的股份 因为之前大家对建材的版块 都比较乐观 还有中国建材本身 也是内地最大的一个水泥公司 所以变相受惠之前一个行业的发展 但问题是近来 大家都知道 刚刚提到一个比较负面的因素 还有看到很多行业 大家都担心 一旦内地经济有机会放慢 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拖累 所以你看到中国建材本身 这个股价都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由高位16元有个比较正面的回落 如果今天来计 如果这几天来计 由股价是16元 现在都回调到13.5元左右 加上大家看到 底下是个成交量 近来的成交量相对比较大 所以反显股价上比较严重 但相互看 今天来计低位 暂时曾经见过13元左右附近的水平 但现在暂时见到的情况 都是比较明显的反弹 所以初步看 如果受得住13元这个位置 变相比较审慎乐观 看好一点 初步看如果受得住这个位置 不限于股价有机会先获入裂口 就是上14元左右的水平之后 再有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好,谢谢 另外他下一个股份 就是想问8.68的信仪玻璃 今天股价来说都是回吐 跌穿7元的位置去到6.98 信仪玻璃的操作 你又怎样看呢 信仪玻璃本身的基本数是不差的 公司本身的业务发展 除了建筑玻璃之外 包括一些汽车的维修玻璃 以及一些太阳能干缝的玻璃 本身也是做一些浮合玻璃 用来给其他玻璃进行加工 看回公司本身的发展 刚刚提及到比较多元化 如果以汽车玻璃来计 公司在汽车维修玻璃里面 都叫做龙头鼓利 公司之前有意分差太阳能干缝玻璃这些产品上市 但前景方面公司不差 发展方面基本上处于多元化 始终发展模式和业务的范畴 基本上符合内地比较环保的概念 所以前景上不算太差 但问题是之前公司在高位的九温附近 都出现了配股行动 大家记得到之前配股完之外 估计有利口下跌之外 都是一直向下跌的支持 初步看的话比较大的支持 暂时看到在6.3元左右左右 所以估计如果有掌控下调 到6.3元左右左右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买入时机 我预计一下 公司本身的跌务发展 其实真的叫做不差 所以前景上我觉得相比之下 刚刚听了四个股份 但如果真的要选择 其实3323和868 重业波这两个 我觉得是首选之一 谢谢 另外还有2128和3331 就是中国联傻 和中国建筑 刚才你说了两个首选 这两个股份 你又怎样分析它们呢 联傻本身其实都比较和保障性住房相关 比较高的股份 其实业务发展方面 相比之下 其实前景都是不差的 因为你说 譬如说一些城市化的发展 甚至保障性住房这方面 其实都会涉及很多 一些水管的建筑 建筑 以及以前很多的喉管 内地方面 本身之前很多城市的规则 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觉得喉管本身 其实都是用一些 叫做铜管 是用一些 瘦食的管道 所以变成了现在很多 内地有多的地方 都会开始一个 以索代同的概念 就是用一些 铁和铁和铁做的喉管 都转到做铁 所以这个发展空间 其实都是比较大的 但问题是说 大家仍然是比较 关注和担心 就是说在保障性住房方面 如果轻件出道 是慢了下来 甚至经济增长 放慢的话 很多城市化的发展 都会慢慢会有机会 会受拖累 变相对于公司的盈利 都可能会有些影响 还有就是 本身公司的元素 其实那个 一些膠管 其实很多都是一些 叫做石油类的 一些副产品 如果石油的价格高企的话 变相对于这一类的 膠管的成本 都可能会有机会上升 这些不排除都会成为一个 导致公司的盈利 有一个 可能比较负面的影响 所以你见到股价 其实这一段 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吐 特别是记得到 股价在之前大概7个 在这段时间 其实之前也算是 走得相当不错 6.8附近 就上到7.8这个位置 但之后呢 这一段时间 还行完之后呢 大家记得到 这段时间还行 还行了最后之后 跌破了一个比较大的支持之后 都很明显地跌破了这 现在来说 你看看5.91这个位置 其实基本上都开始 曾经试试 之前一个 在2月份的一个低位了 你最后看 如果你跌破了这个5.91这个位置的支持的话 其实这个形态有机会再度转弱 特别是在图片上 其实见到这个联储股价 之前都是低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 大家见到之前的上市价 大概是两元左右 都升了不少上来的 所以如果调整的话 其实有机会调整的幅度 会比较深的 所以你说以现价 或者以刚刚的4例股份 我觉得联储本身就可能要 就算买的 都可能要先等待效率会更好 要观望一下 另外中国建筑方面3311 见到今天股价都跌了 超过1% 去到7.2% 最低见过6.92 7元的位置都穿了 其实它都跟保障性住房 其实都息息相关 其实都按道理来说 会不会见到中国建筑的表现 你又怎样看 其实看你公司本身 其实都是 以刚刚讲过的 好像从三分二三本身的业务上 都有一些叫相近似 但似乎你公司做的范畴 都是建筑业务比较多些 你都见到公司的今天 都好像是近来 都有一些消息说到 就是说在发展方面 就在首四个月里面 那些合同量 都有100亿那么多 而首五个月 签回来的新签的合同 都会说成580亿那么多 你见到其实那个表现上 就真的叫不差 但始终是就在这一排 一些保障性住房的 比较负面消息 拖累之下 其实你又见到它的股价 都有比较大的下跌的情况出现了 大家看到图表上也见到的了 其实也见到的了 本身公司的股价 都会继续在上升轨道 有个上升轨道 其实是见到的 是继续在上升轨道运行 但问题是近来 已经跌穿了一个 比较明显一点的上升轨道支持 所以连带之下 见到股价 都有一个比较明显一点的下跌 就是这个下跌的下跌 最后看的话 其实一个比较大的支持 暂时见到 就会在大概 大概是7元附近的这些水平 大概6.8至9至7元到这个位置 所以基本上 你初步看 如果是守得住 例如说6.9至7元这个水平的话 其实形势上 还有机会会再发挥一个升浪 但问题是 如果穿了7元这个位置的话 所以常言有机会再试 例如之前一些底部的支持 大概是6.3位附近 好 谢谢Stanley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Stanley 刚才说过的股份 有没有哪些有持有 也没有持有 好 谢谢 稍后回来 仍然都是即场交路 之有问必答的环节 大家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记住打电话来 2804-6566 稍后见